卫福部的花蓮玉里医院传出一名医师疑似在网购的网购在宿舍改造这个枪支 警方8月19号搜索了这名医师的办公室 住处还有车辆 插口一把改造手枪 钻孔机还有切割器等工具 至于外传在医院里面开枪 花蓮地检署表示 初不了解并没有这样的状况 而目前这名医师还在医院看诊 但只针对慢性的患者 院方则说医师要经过刑事确定判决之后 受到尺夺公权跟监索执行等才能够截职 检调单位持搜索令进到医院的人工宿舍 要求屋内人员配合 展开搜证跟查扣物证 花蓮玉里医院传出有一位绍兴医师 疑似网购改造枪支零件 在宿舍改造枪支 警方8月29号搜索他的办公室 住处与车辆 查扣一把改造手枪 砖孔机 切割器等改枪工具 外传医院曾有枪响 院方还对知情员工下封口令 检方表示 枪支未确认有杀伤力 犯罪嫌疑是否达到积压门槛 还要调查厘清 接下来会追查零件来源与买枪用途 警方则将改造手枪 送往刑事局鉴定 并依枪炮罪嫌将绍兴医师送办 玉里医院则发声明表示 事发当日配合检调人员 查扣相关试证 院长召集相关主管 紧急应变处理 不过目前仍让绍兴医师看诊 引发热议 院方表示 此案仍在调查阶段 因已无罪推论 而医师身为公务员 除非被通气或积压 刑事判决确定在监索执行 才会予以停职 至于医师违规 将维禁品袭如宿舍 已受寄过惩处 目前等待司法判决 记者黄梓杰 陈信伦温家凯 台北花联报导